哇牛奶泡蛋 我现在在逛的是白沙瓦这边的一个巴扎 然后在咱们国内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美食街 在这边有一个店非常吸引我的注意 它这个是一个大铁锅 上面全部都是那个牛奶 走到这里来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然后现在去店里面一试 这边大哥负责洗碗 就是每个碗他要给你清洗干净 还是非常的讲究 有点卫生兄弟们 咱们先看看大哥在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一种点心 就是那个甜点还有那个面包跟那个鸡蛋 大哥这个酒就是放到那个牛奶上还行 大哥这个店还是非常专业 这个应该是个酸奶 然后这个是个奶茶 那个是个纯牛奶 纯牛奶煮那个坚果 一共是三种给你选择 非常棒 我现在已经进他的这个店里面了 就是参观了一下 他这个应该是个牛奶 就是拿那个铁锅煮牛奶 但是他会把这个奶皮子然后放到这里 这个是单独拿来卖的 还有一部分牛奶会用来做那个奶茶 但是刚才他有一个神奇的操作 就是拿那个鸡蛋打到那个牛奶里头 这个我从来没有看过 也不知道什么味道 咱们今天来试一下 啥也不说了 让他给我来个全套 白酱 好了 OK 大哥现在要开始给我做了 手上拿了一个小鸡蛋 鸡蛋打到这个碗里面 这是什么操作 然后鸡蛋 鸡蛋加糖 sugar OK 白糖 碗里倒 再加一点 再搅拌一下 白糖 白糖搅拌 OK OK Nice 它做法还挺科学 然后放到这上面 放到这上面加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巴西斯坦的一种甜点 就是像麦片一样 OK 然后再加啥 这个是牛奶 鲜牛奶 鲜牛奶 然后再灌到这个里面 鲜牛奶不够 然后再给我加了一些奶皮子 加奶皮子 非常棒 yes 老板非常好 非常实在 又给我加了一大勺牛奶 大哥还要加这个 加这个什么蜂蜜吗 还是什么黄色的液体 这应该不是蜂蜜 这应该是那种油 植物油还是菜油 不知道 OK的 这有点烫 兄弟们 这个就是我点的这个全套 这个是那个白色的 上面有那个黄色的 这应该是那个黄油 不是那个东西 然后需要把它搅拌一下 疯狂的搅拌 疯狂的搅拌 这东西就有那么点灵魂了 这个东西说实话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吃过 就是牛奶泡鸡蛋 然后这个东西都辣丝了 但是闻的话非常香 那个是黄色的 就是那个黄油 不是蜂蜜 非常香 先喝一口吧 这个味道还真不错 这个牛奶非常香 没有那个蛋腥味 好了兄弟们 我们这个一碗也喝完了 一共消费120 现在给老板 来100円 这个就是那个餐巾纸 我刚问他要那个餐巾纸 他给我一个无线循环筋了 擦一擦吧 这个毛巾的话 现在还是干的比较干净 谢谢 谢谢